好论同学又见面了 11点15分差不多因为今天是周末 明天 呃礼拜天不用大家不用上班上课所以今天可以轻松一点 再录一集 呃前面这个解答问题的根据事也有关系啦我们再来看Colomb Powell的Leadership Secret继续往下讲 讲到呃 领导人的领袖气质Charisma 那么 到底里面有几个要项 到底是什么他逐一解释作者根据Colomb Powell的 那一张变迁子写的要点逐一的来深入研究探讨 剖析非常不错 我们今天可以讲 里面的这个清单里面的第1个叫curiosity 好奇心 要以 好奇心 来领导部队 是 创造出 部署对你的好奇心 好这样子 好 那开始之前 呃好像已经前面该讲都讲了我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 流水账要报 防疫的生活继续防疫 那今天特别早起看了NBA的 呃finals 第四战 的 第四战 2比2 这场球打得很不错 呵呵 在 呃 波士顿主场 赢球 赢了10分 这场球蛮好看的 我看的蛮过瘾的 现场直播 特别早上 9点还10点我起来9点 我起来看这个 第四场 总冠军赛的第四场 那2比2的情况下七战四胜制最后 回到 勇士队的主场 那就有 勇士队我讲的Golden State Warriors 我原先 压宝的我讲不是压宝 我看好的 在主场他就有主场优势 这样就不会碰到 球迷或是裁判 哦他们比较会偏主场 这种现象会 倒过来 所以我们讲的主场优势就是 球迷 跟裁判 有可能在 他有一些人都有一些偏袒心 他会偏于主场 所以勇士队我是蛮看好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讲 我们回到前面来 他讲解码Powerways到底是什么 前面讲到了 你有一些领袖特质太抽象 可不可以讲明确一点 所以 你要有能够说服 你手底下的人让他 认为你讲的有道理 所以听你的 你不是强下命令压我 靠你的阶级压我 他就算表面听你的 口服心不服 他在里面给你冲康 或是消极抗命 你拿他没辙任务还是会失败 好这样子 他会讲到第一点 You're a good leader when people follow only out of curiosity 因为 你的 部署 单纯出于好奇心 来服从你 他想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或是他觉得说你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下命令的方式 诶 我们以前没见过 不是 成枪烂掉 不是 旧瓶装旧酒 不是 一切按规定 不是 三皮将军的头皮草皮皮鞋 老是搞那一套 没有新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会打败仗的将领 打败仗的指挥官 好这样子 那通常会打败仗的指挥官 特别喜欢用会打败仗的人 这个叫做 我之前一再讲的 五大郎玩夜猫子 什么人玩什么鸟 笨蛋就用笨蛋 而且会用的更笨 老邱现在已经出现这个危机了 我提醒他要小心 因为我在他手里下我为什么会被逼退 难道我比他笨吗 难道我比他 本职权能不强吗 不是 是因为他太差了 差到 我会被逼退 就知道这整个 国军已经反过来了 他用的人全部是一些 脑袋空空三皮的人 我不知道他儿子有没有遗传到他 如果有的话 我会给他 国际情报上的专业 少出任务了 别的搞砸 这样 我们通常讲 辅护 无权子 同样的 犬妇无权子 不是 犬妇无胡子 这样子 我提醒了 同样是搞 搞国际情报的 不必 太出外务啊 乖乖待 局本部里面 打打电脑 泡泡马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 他 分门别类 提纲窃领的把 Curiosity这个部分在下面讲 单独列成一个章节 我们今天把这个章节讲完就算大功告成 五分钟开场 蛮好的 Curiosity Factor The Curiosity Factor Pao says That when he was a 21 year old lieutenant He learned This bit of wisdom From a tough old sergeant People follow out of curiosity Pao自己表示 当他还是一个21岁的年轻 少卫军官的时候 刚刚挂街 我挂街比他 年长一岁 我22岁 中卫 排长 就是一般大学毕业的年纪 如果没有早读没有晚读的话 我们那个年代 Pao表示说他在21岁 出任官 少卫排长的时候 他就从一个 很有智慧 不是很有智慧 他就从一个 非常 经验丰富 非常强悍的一个老士官身上 学到了一个智慧 领导统一的智慧 他讲 人们是出于好奇心 才会 跟随你 服从你 注意到那个 out of curiosity 不是因为 你是天选之人 不是因为你是拿破仑 不是因为你是凯撒大帝 所以大家听你的 是因为出于好奇心 but what exactly does this Axion mean 但这句话 people follow out of curiosity 这句 金句 字里名言 Colin Powell一直当到 国务院 里面的 国务卿 他都奉行不渝的 这个字里名言 到底 是什么意思 要解签一下 他下面就解签了 by nature humans are inclusive animals 从 人性跟天性上来看 上帝创造人也好 人 就是一个 好奇的动物 那个inclusive就是看到很多事情 他觉得有疑问他就会问 所以人类与生俱来就具备好奇心 是好奇的动物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ired, true and boring and the untried 前面那是tried 不是tired 重来一次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ried, true and boring and the untried and intriguing My word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go with the latter than with the form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一个研究显示 当人们面临到抉择的时候 二选一的抉择的时候 一个是 成年 老套 Tried true and boring 就是不变的真理 放诸四海皆准 而且呢 了无新意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跟另外一个是 还没有 证实过到底管不管用 而且呢 通常会 激发人的对他的一个好奇心跟兴趣 那个My words是说他自己 用他自己的话讲 不是Colomb Powell讲的 他自己 要做两个对比 一个是 成年老套 草皮偷皮 皮鞋 千篇一律 索然无味 然后呢 了无声趣 的一个选项 另外一个是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然后呢 又 感觉到有乐趣 两个选项 大家比较会选后面 这种 还是未知数 充满无限可能的这个选项 而不会去选那种 千篇一律已经知道答案了 大家都知道的 推选后面 这个就是 为什么你要有好奇心 因为大家容易选择一个 他 还有希望 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这个选项 所以你是领导人 你就要 让大家有好奇心 下这样的命令 大家才会愿意服从你 你不要一切按规定 一切按规定还要你干嘛 这样子 喝一点枸杞 桂圆红枣茶还有 又加了一点料 肯定 肯定 同样的 我们在选择我们的 领导人的时候 我们会也会有同样的倾向 会选一些充满 充满让大家有好奇心 充满无限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不会选那种 一切照规定的 还没讲我们就知道你要讲什么 讲的东西千篇一律 孰不可耐 的这种 我们在面临 选择我们的领导人 要服从谁的时候 我们在面临选择我们的领导人 要服从谁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于 跟随那些会刺激 那些会刺激那些 会刺激大家 激发大家 会让大家激起好奇心 跟那种 不落俗套 那个叫unostaduct 会用一些 非正规的方式去 达成任务的 这些人 愿意服从 达成任务的几率就高 而不是那些人 你满街都碰得到那种 这种叫做 孰不可耐 满街都是的这种 不叫人才的人 因为孰不可耐满街都是路人甲 这种平凡的人 那种叫做 Plan Vanilla 就是 叫做 罚善可乘 那个Plan Vanilla 就是基本款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叫你买冰淇淋 最基本的口味就是 单纯的香草 冰淇淋最原始的口味都不要改变就是香草口味 那个叫做索然无味 或者是run of the mill 就是 只会搞老套 千篇一律 就是那一套 老狗玩不出心把戏 我们不会喜欢这样的人 我们不会去服从这一类的人 讲老邱的意思 这些人 有了 当然我们讲到能够激发人心 能够让大家激发好奇心 也有一定的限度了 你不能太荒腔走板天马行空 变成喜剧演员了也不行 剧本也不能写得太夸张 我们有一定的容忍限度 不得超过那个限度 在这样的一个限度内 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 在这样一个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 如果一个领导人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容忍范围内 限度内去激发人心 来处理新的问题 有些问题不是以前有过的 是新形态的问题 面对新形态的问题 要有创新的方式去处理 但是必须是不能天马行空 在大家能够接受的容忍范围内 而且它能够激发大家 产生新的想法 提出创新的思维来 而且朝新的 大家没有去过的那一块处女地前进 去探索新的事物 而不是永远走同一条老路 当然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假手他人去做 是自己带着头做 前面所讲的事情 那人们就会倾向于 跟随他 接受他 成为一个带领自己的领导人 出于好奇 因为他们想知道 你这套新的讲法 你这套新的做法 而且你带头做 表示你信心十足 但我们都没见过 也没听过 有意思 我们出于好奇心 所以我们跟着你来做做看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 出人意表的 创造性的结果出来 是这样子 这个就叫领导 Great leaders open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伟大的领导人是为 部署开创出新的可能性来 我刚刚有讲无限可能 在限度内 不能够脱轨了 So for leaders and aspiring leaders Here's the prescription When people's curiosity clear it create a path for them Show them that you yourself are curious and the chances are good that they'll follow your lead 所以对于领导人跟那些 可以启发别人的 乐于领导 乐于启发别人的这种 很投入领导的领导人而言 下面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prescription 就是你可以参考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解药 处方 下面的做法可以提供你参考的意思 你可以你是一个很有热情的领导人 你乐于启发别人 本身又是领导人 那下面这个做法你可以拿来当参考 当人们 呃不是 我刚刚看错 what people's curiosity what是动词 就是慢慢慢慢去 培养出 激发出人们的好奇心 不要一次 火力全开 要慢慢慢慢 就跟钓鱼一样 慢慢的诱这个鱼上钩 让他好奇心慢慢慢慢的增加 不要一次给满 那个叫what 慢慢去提升 诱发你手底下的人 部署的好奇心 然后呢 开辟出一条 有创造性的道路 要替他们开创出来 而不是叫他们自己去做 你是领导人要先 因为你手中有资源 要开辟出 清出一条 有创意的道路来 而且呢 你要告诉他们 让他们知道 我本身就是一个 有好奇心的人 你们跟着我走就没错 如果你跟着我 追随我的领导 我们会有好的结果 你如果跟着那些 没创意的人走 你们会有悲惨的人生 就像以前我们讲的一个电视里面播的 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坏的老师带你下地狱 很类似这样的讲法 你要告诉他们 跟着我就没错 那不能搞出一些又是那些老套 三皮将军的东西来 要有创新的东西 人家才愿意跟你 那我在朗读之前 我要举一个很不错的 我也很喜欢的一个电影 叫Saving Private Ryan 解救了一个大兵里面 Captain Miller 也碰到内讧 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个情节是 大家被他选到的兵去出 去找Ryan 这个兵 要安全的送他回美国的这个任务 大家都觉得不值得 我们这么多的人千里迢迢 也不知道他人在哪 在敌境之内要去找一个兵 这种任务是完全没有意义 而且又有伤亡 伤亡还很大 里面就有一个恶兵 他抗命 他直接跟那个Captain Ryan 那个队长呛吓说 这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任务 我们牺牲那么多人去找一个兵 这不是作战 你如果不能够合理说服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玩了 我就要离开了 你们要去送死你们自己去 造成内讧 最后 怎么化解这个内讧的 因为已经是官长拿的枪 对着那个兵了 那个兵要走了 脱队了 他一走整个部队就垮掉了 大家也想走了 对信心 对于Captain Miller的 这个任务的执行领导 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 司官长 台司官长拿着枪 对着那个兵 准备要开枪 就地正法 因为他抗命 敌钱是直接可以枪毙的 那个兵也不怕 你枪毙我 这个时候已经 一触即发的危机 领导人是Captain Miller 他怎么讲 他讲 What's a poor woman up to Now 你们大家打赌说 我是 作战之前 是干什么的 你们大家赌金 赌到多久 赌到什么 什么金额了 因为所有人都在打赌说 Captain Miller 到底 作战之前 他是干什么的 大家有好奇心 一直在猜他 又不是新典军校的 也不是职业军人 很奇怪 大家都在猜他是谁 Captain Miller也知道 大家在猜他的身份 他不愿意讲 所以大家闲暇的时候 就在吓住 有人猜他是这个 有人猜他是这个 那个 那个 赌金越 越堆越高了 赌注越来越多了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他知道大家 唯一能够解除这个 唯一就解决大家的好奇心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叫做 What's people's curiosity 他后来讲 What's the pole army up to 300 300 dollars 已经到300美金了吗 那我跟你们讲答案 他公布答案 就有人压队保证 就可以拿到那个 赌金嘛 这个危机就解决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希望不要卡住 作为一个收尾 好 20分钟 要来 给大家看 我先按一下在底 感覺沒聲音 我排除一下再放 我中央 你把我打了 我… 我的家人 我把你收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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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受歡迎 你是不是 你總之說你無在外面 我超級… 那是我,那是你 我才叫你收拾一下 我沒想到 我們要把你收拾一下 我們要找到我們 我們要找到我們 我试试,我希望妈妈 Ryan是真正愉快 在认识,乃小的生命是比较重要的 那两个人之间 但我们还没找到他,还没? 还没? 来吧,把我丢掉了 驾驶,站起来 站起来 跌倒 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你等我好在这位置 你们不想要回到你的男人 让你回来 我会死我的生命在我的链子 我会想要你再一次 我会再次再次下架 是剑底下 这是是剑底下 剑底下 你会打开你吗 我会打开你因为我不喜欢你 是他说是谁 你会打开我 你会打开我 是你让这事吗 剑底下 是剑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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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 semblance 只要你 Ru Aqui 你去罷了 不 做意 做vor 我跟你 你的 努力 是 Organic 放 我 你 你 是我 我在 你 I'm waiting Zach What's the pool on me up to right now? What's it up to? Wait, wait, is it $300? $300? I'm a school teacher I teach English composition This little town called Adley, Pennsylvania The last 11 years I've been at Thomas Alva Edison High School I was a coach of the baseball team In the springtime Back home I tell people what I do For a living They think, well That figures But over here It's a A big A big mystery So I guess I've changed Some Sometimes I wonder if I've changed So much My wife is even going to recognize me Whenever it is I get back to her And how I'll ever be able to To tell her about days like today Uh, Ryan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Ryan I don't care Man means nothing to me It's just a name But if You know, if going to Rommel And finding him So he can go home If that earns me the right to get back to my wife Well then Then That's my mission You wanna leave? You wanna go off and Fight the war? All right All right I won't stop you And I'll even put in the paperwork I just know that every man I kill The farther away from home I feel SPANY That's my skill aaaaa That's my skill I can't go wrong If you don't hear your finger I can't help them I can't help them I can't help them That's your skill And the male Fight the law And the male 好 那我稍微解說一下 因為蠻卡的 所以我看的時候有點卡卡的 但是還是可以解說 他講這個衝突是怎麼產生的 已經死了人了 大家認為說 在海底撈針去找這個private ryan 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 那個brooklyn 來的那個人就直接跟他嗆一下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說服我 我們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 但是那個captain miller 他也說不出來 他就是一個任務 非執行不可 就引起了 所有人的 議論紛紛了 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人講 好像是 像波多黎各這樣的口音的 中南美都講說 我知道private ryan已經死了 我們不用找他 你就回報死了就好了 陣亡了就ok了我們不要再冒生命的危險了 結果那個brooklyn來的要走了 脫隊了 我要走了 結果 那個士官最後叫他回去他不聽 他叫他Fort Lane We're up You're up Fort Lane 歸隊集合 入列 他不聽他要走 拿槍 要幹掉他說你包 你把我打傷 對我腿部打一槍我就當傷病我就走了也可以 他說他把他幹掉 最後你看他講什麼 他問那個人講 What's the program made up to What's the program made up to 就是說賭金已經到多少了 300 dollars I'm a school teacher 他說我是 學校的老師 I teach high school I teach English composition 我是教英文作文的 好像在Amazon High School還是什麼的 他把大家的好奇心 下賭金說 他 坐在之前到底是什麼 他是一個老師 他把這個 大家的好奇心解除了 大家就整個 內部的 矛盾衝突就 化解掉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 可以拿來當一個教材的 curiosity Leader要有 要能夠讓大家有curiosity 他也知道大家在下賭字問他 到底 當 Captain隊長之前是幹嘛的 大家也好奇他不願意講 等到衝突發生他也沒辦法處理這個衝突的時候 他拿出來講 大家 衝突反而化解了 因為知道答案 這個蠻好看的 我當一個 教材雖然蠻卡啦 蠻不順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收尾 算一個小的電影期間的欣賞 Saving Private Ryan 好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同學 我們明天禮拜天 先運輸同學 週末假期愉快 昨天應該就已經是 禮拜五晚上就是放假 這樣子 大家疫情期間放鬆心情 看看電影看看 NBA Finals也不錯啦 第五戰要開打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 講到這個地方 明天我們再見 感謝同學 晚安